就這樣看這個單位 多舒服 空間夠大 裝修不錯 窗名機靜 不過華麗的外表 原來只是一個空殼 破爛實收 有蟲出門 還有無形致敏縣 我入到來 直接是貨不對版 入屋好像被人瞞騙 這裡又有爛 又有昆蟲 樣樣都脫皮脫骨 趙先生趙太因為家裡裝修的關係 貪這個在質如沖的服務式住宅 在鄭舉屋苑隔離 於是由6月27號開始租住 做藥直至到這個月月尾為止 怎知入住第一天就出事了 我太太就坐在你這個位置 她坐夠不夠5至10分鐘 她敲喘 臉白了 不斷咳 不斷咳 然後之後 我老婆本身 她可能從小到大 都有氣管敏感 敲喘不是經常出現的 很骯髒的地方才會有 但那晚她咳得很厲害 基本上 我們入住的時候 9點到10點 直到一路不斷咳 不斷咳 不斷咳得很厲害 然後之後 她用回她自己 之前醫生處方的 那些酵喘噴毛劑 這樣就會舒緩了 那天我真的很害怕 我經常怕到她有少少 哭 我覺得我老婆 需要送到醫院 我老婆都說 看看怎樣 她還捱得到 她捱到那一晚 咳得很厲害 咳到沒有停過 轉換空間 引化氣管敏感 一點都不奇怪 不過搞到敲喘 很大機會是空氣出現問題 於是趙先生展開地毯式搜索 終於找到疑空了 這就是冷氣機的濾濾 裡面是很骯髒的 聽她們說 她們都說出 都整年沒有換過 這個角力網 和房間的角力網 其實換了之後 我太太 當晚回來 都沒有咳得那麼厲害 主人房的冷氣 有沒有問題 有 你看到那個出風位 已經是斜了 已經斜了30度 那邊比較厲害 那顆螺絲 自然是看到 露了骨 這個跌下來 真的不是開玩笑 真的撞穿頭也有機會 實施的不止一粒小小的螺絲釘 破損的位置還陸續有來 難道會玩接力賽 發現原來房間有很多問題 窗簾布可以穿到這麼大的洞 然後之後 我都難以接受 問她發生什麼事 即是手這麼長 告訴我 老化了 已經幾十年了 我說我給了錢 我給錢的時候 你說給我完整的房子 不會有破損 但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座椅子 試過呢 有朋友坐在那裡 都覺得無情情 插著大腿很痛 然後我摸下去 原來是 是一粒釘來的 可能真的這座椅 幾十年老化 裡面枯筍那些東西 那些海綿已經 真的已經沒有那個承托 有一晚 晚上 我聽到老婆說 碰 跌了一些東西下去 那我去廚房看 一螺絲跌了下來 這個呢 這個應該是 回風位來的 這個架 跌了 傾斜了下來 然後我連續另一天 我通知管理處 還有我自己拿膠紙都貼著 我真的怕 這顆螺絲不夠力 整個東西都會掉下來 我免得了 因為是鐵來的 算了算了 眼不見為乾淨 不過單位髒 怎麼都要清潔 結果不清油脂可 一清 引蟲出動啊 他們說找人幫我去大清潔 加上一個 好像有水療功效裡面 倒了一些清潔劑 再加上香氛 他們說把地毯重新清潔一次 開始了 那些蜘蛛就不停地出現了 我太太有一次 坐在這個位置 然後就是跳了下來 她的手 她自己打死了 今天是2023年7月18日 晚上10點08分 剛剛捉到隻蜘蛛在雪櫃旁邊 這個不是蜘蛛走 整隻在這裡 其中一隻 我打死了這個位置 OK 在這裡 那個印還在這裡 另一隻大的 還在這裡 在這裡 有血的 我自己也算過 一隻 兩隻 三隻 這裡蜘蛛 有些是跳了下來這個煲 下了這個煲 這是蜘蛛來的 是肉色的 是肉色的 不是黑色的 還沒大隻的 然後呢 我太太就在這裡 還有這裡 只有這個廚房有五六隻 自從有蜘蛛那件事件之後 我多數都會用桌布 蓋住這些東西 盡量都不想蜘蛛跳下去 因為蜘蛛有細菌 吃了自己會肚痛 你看靜黎 懂得動的 這個服務式 住宅 他們管理的那些 給我一張殺蟲水 我平時四周圍都會 基本上每一天 之後我見過昆蟲哪個出現的位置 我都會自殺蟲水 間位租約為期一個月有多 租金其實不算便宜 要成三萬多些 要付這麼多錢 換來的苦水同樣這麼多 究竟房間為什麼問題這麼多呢 其中一個不願意講的同事 跟我說 這間酒店九個月之前 天盤是水浸的 之後呢 之後有九個月都沒有放租出去 直到我就問他 之後我是不是第一湖 他說是 這間屋丟不丟空 當然是無法知道 不過為什麼不入住前 查一查 有問題就知道一清二楚 我看過類似的單位 20樓 但我見過20樓 雖然那間房還未整理 但我見到廚房 很多東西都比較乾淨 我跟那個時候同事說 我住屋之前 可不可以進來再看一看 入住那天 他說不行 我說不要緊 我說外面很多服務式住宅 都是入住之前 可以讓我們先看房間 我住的房間 為什麼沒有呢 他們都沒有回答過我 激麻一吐氣 趙先生決定 向服務式住宅所屬的地產集團投訴 最後 集團答應肯換房給他 不過趙先生竟然一口拒絕 我跟他說 你轉房我和太太要告假 我們要搬回一些東西 我說 你們根本可不可以 給我多住一天 或一次兩天 我們有時間去充足 去收拾這些東西 他說不好意思 公司沒有 總之履行合約的精神 就是6月26日住 7月30日你們離開這裡 我說中間 你做到這麼多 令我們這麼不開心的事情 你們是一些賠償補償都沒有 不好意思是沒有的 總之我們轉房給你 你要什麼 你要清潔 你喜歡噴東西 我們每天都用來噴東西 我們可以用滅蟲來噴東西 我跟他說 我老婆都敲喘 如果再噴他就更敲喘 他說我們都沒有辦法 我們做到已經做完了 既然對方都肯換房 趙先生為什麼不肯退一步呢 雙方僵持不下 我們向攝氏的地產集團查詢 對方的版本 就跟趙先生所講的有所出入 對方聲明 趙先生在5月份 參觀過互認相同的單位 當日就立即簽約 而且同意安排入住所住的單位 是相同互認 趙先生指單位長期丟空 集團反駁指明明有人入住 上一份租約是在5月中結束 前租客也沒有拆過房間出現異樣 集團也指天台並無水淨 而且多次到趙先生單位清潔 更提出進行害蟲防止工作 不過遭到拒絕 至於換房問題 集團表示7月1日主動和趙先生換房 他並無答應 還要求金錢賠償或者免費住多一個星期 集團說由於已經作出相關處理 所以拒絕 無論如何趙先生要住多一個星期才會遷出 唯有看看剩下的時間可不可以將問題解決 我感覺是很困難 你再問我 他們說希望令我很開心走 我跟我說我老婆說 不是開心走 是傷心走 以及以後都不會再乾燥